投资界一代传奇人物查理·芒格于11月28日离世 想念99岁芒格先生的智慧影响了很多人再次致敬大师 回顾他的投资比赛证业 世界上充满了愚蠢的赌徒 他们的表现不如耐心的投资者 聪明人也不能免于过度自信带来的灾难 他们认为自己有更强的能力和更好的方法 所以往往在更艰难的道路上疲于分离 许多IQ很高的人却是糟糕的投资者 原因是他们的品性缺陷 我认为优秀的品性比道道更重要 你必须严格控制那些非理性的情绪 你需要镇定、自律、对损失与不兴淡然处置 同样的也不能被狂喜冲昏头脑 我从不为股票而支付内在价值 除非像沃伦巴菲克那种人所掌管的股票 只有很少人值得为了长期利益投资一点 投资游戏总是越很考虑质量与价格 技巧就是从你付出的价格中获得更好的质量 很简单 能找到好打猎的地方是本事 无论是谁到了好打猎的地方都能打到更多东西 你的思想会欺骗你 最好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对自己的观点要平衡警惕 所谓投资这种游戏 就是比别人更好的对未来做出预测 你怎样才能够比别人做出更好的预测呢 一种方法是把你的种种尝试 限制在自己能必许可的那些个领域当中 如果你花费力气 想要预测未来的每一件事情 那你尝试去做的事情太多了 你将会因为缺乏限制而走向失败 如果你的思维完全依赖于他人 只要一超出你的领域 就求助专家建议 那么你将遭受很多灾难 分散投资只会令自己分身不暇 一种垂出击 集中活力专顾少数优质企业 创付路上便能一本万利 对于被动式投资者而言 不同国家的文化 对他们有不同的亲和特质 有些是可信赖的 比如美国市场 有些则出版不确定风险 我们很难量化这种亲和特质 和核心的原因 所以很多人就自欺欺人 这很危险 对于新兴市场而言 这是最重要的研究课题 最重要的是要把股票 看成对企业的一小片所有权 以企业的竞争优势 来判断内在的价值 要寻找未来决限的现金利润 比你所支付的股价高的机会 这是很基本的 你得明白机率 只有当你赢的机率更大的时候 才去下入住 所有的投资评估 都以衡量风险开始 这将包含合理的安全编辑 避免资本永久性的损失 和坚持所承担的风险 获得合理的回报 伴随许多判断 规矩或认为聪明的一生 可以承担很多风险 你要学习的是 在机率上 你不占优势 你应该撤出 但你有巨大的优势时 下重铸 因为你无法经常获得优势 每个人都以自己的编辑效果来投资 这其中包括了他的心理 如果亏损会让你变得可悲 而一些亏损是不可避免的 你或许应该采取谨慎的投资方法 并不断储蓄 我不认为有一种适合所有人的投资方法 当任何人给你机会 不承担风险的赚大钱 你不用理会他 遵守这句话 你将避免许多悲剧 不要同一头猪摔跤 因为这样你会把全身弄脏 而对方却乐此不疑 大多数人都太急躁 担心太多 成功需要非常冷静和耐心 但在机会来临时 也要有足够的进取性 最重要的不是你摸到什么牌 而是你能不能把手里的牌打好 有两种错误 一是什么都不做 看到机会却数之高格 巴菲特说这叫吸水手指的错误 二是本来应该买一堆堆的东西 但我们只买了一眼就能看到的要水平 如果你要长期投资股票或房地产 当然会经历痛苦时期 也会有收入水涨船高的时候 我认为你只需要学会接受这些情况 正如吉普云所说 对两个冒名顶替者只需一视同仁 就像有白天就有黑夜 这让你很烦恼吗 不会 越有阴晴圆缺 有胜就有帅 我相信行动 你也可以 只要情况许可 你就应该继续走下去 我认为 现代投资者要想取得成功 几乎必须买入一些表现远超平均水平的股票 他们买入一些苹果和Google等股票 是为了不落后 因为他们知道 对一般股票来说 在总货里中的一大截是来自这些超强竞争力的公司 我发现找出四到五项回报高率平均值的投资容易得多 找出五个比找出一百个要容易得多 我认为那些主张分散投资的人 我会叫那分散一大头 我觉得拥有两到三只 我了解又拥有优势的股票 感觉更舒服 现代大学教育所教授的其中一项最愚蠢的事情 就是买股票时必须分散投资 这是傻子的想法 世上没有大量一眼就看得出来的好机会 如果你只可以买三只 我会相信那是我能力范围内找到最好的 而不是最差的 现在有些人却无法分清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并且当他们决定投资在好的地方时 他们又会高估了其中的好 我认为我们比其他人少犯这样的错误 幸好是这样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鱼民 他说想成功钓鱼 我有一个简单的规则 在有鱼的地方钓鱼 要钓就要在游鱼买东西的地方钓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你所在的地方真的很不适合钓鱼 你可能应该换个地方 我认为想了解我们在投资管理 做出愚蠢行为的原因 可以透过一个卖鱼具的人的故事来说明 我问他 天哪 他们是紫色和绿色 鱼真的会吃这些鱼饵吗 他说先生 我不教钓鱼的 人们低估了那些简单大道理的重要性 我认为 在某种意义上说 伯克夏哈萨维 是一个教导性的企业 它教会一种正确的思维体系 最关键的课程是 一些大的道理真的在其作用 我想我们的这种渗透 已经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因为它们是如此简单 大家在评论区可以聊聊查理王格 对你的影响一起做最后的道别 在某种意义上的课程中 在某种意义上的课程中